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愈利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等你和你家人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知道今天袁醫生和我們介紹一本好書 書名是一個醫學叛譯者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 Medical Heritage 這個作者是一位博士 醫學博士來的 叫做萬大二重醫學博士 是 Robert S. Mendelsohn 一位美國的醫學教授來的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會介紹這本書呢 原來在網上現在流傳了一個網址 是一個台灣的一個中醫社 他有介紹這本書 其實這本書呢 他出版的時間應該是大概1979年 大概1980年左右 其實呢 我當時我在加拿大的 我亦都在一個加拿大一個組織 叫做 Natural Hygiene Society Canadian Natural Hygiene Society 那當時就在Toronto 那就 Natural Hygiene Society 就介紹了這本書 那或者先講講這本書 那個那個作者 那這樣 那Robert Mendelsohn呢 其實呢 他是一位美國的 一位幾出名的西醫來的 那他不單是一位西醫 那他也都是一位醫學教授 那他又不是一個普通醫學教授 那他曾經是美國拿過獎的醫學教授 那他曾經是美國的 那個伊利諾州的醫師側照局的局長 那曾經是一個Project Head Start 一個主管 那Project Head Start應該是當時呢 美國是鼓勵那些 就是少數民族 入教育那方面 讓他有少少幫助他們 那他曾經是那個 那個伊利諾州的醫生側照局 Licensure Committee的 那個Chairman 那他也是美國的幾間醫學院的教授 那其中呢 他是美國的 Illinois那個 那個醫學院的一位教授 那他曾經是 是芝加哥有家叫Michael Rees Hospital 的Director 那他寫過書好幾本 除了這本 Confessions of a Medical Heritage之外 他也寫過另外一本 叫做 Male Practice How Doctors Manipulate Women 那就是男性的醫療 醫生如何操控女性 那還有一本呢 叫做 How to raise a healthy child In spite of your doctor 即是說 如何養育一個健康的小朋友 雖然你醫生在 即是你醫生在隨中 從中可能在阻攔你 那這本書呢 Manderson寫多了這本書之外 當然是可以這樣說 是美國當時是第一本 第一本是一位醫生本身寫 是很強烈批判 美國整個醫學界的第一本書 所以非常之長笑 我想當時也有三十萬本 我想今時今日可能都不止了 可能過百萬本都不出奇了 那這本書的主要說 西醫是一場百言的騙局 這個很厲害 一個百言的騙局 好了 其實我在多倫多的時候 大概80年代 還在那邊讀書 終於開始我自己執業了 當時我在一個場合 Manderson是一個講者 我都聽過他幾次的講座 那為什麼他會去加拿大呢 原來他的女兒和孫 在多倫多 他就經常想去探望他的孫 被邀請在Natural Hygiene Society 裡面 做他一個專題的講座 那我記起始終我也有錄影帶 這是當時的事 好了 那其後呢 Manderson 除了寫了這本書之外 他就出了一個通訊 一個newsletter 這個通訊 英文叫做 people's doctor 就是人民醫生 people's doctor 主要是站在病人的立場 來看醫療的 那他也都指出很多醫療的問題 很多醫療的陷阱 叫那些病人要非常之小心 那這個people's doctor 這個newsletter 都刊登了 我都訂了很多很多十幾年的 那到最後呢 他就 Manderson過了身之後 這個newsletter 結果呢 就是給英國有個機構 就用另我的名字出的 那個機構呢 是叫做 What doctors don't tell you 醫生不會告訴你的 那這個也是一個每月的通訊 那我也都一直都 一直都是訂購呢 到今時今日的 那What doctors don't tell you 也都出了很多書 那其他一本書就叫做 醫生不會告訴你的 也都幸好呢 被翻譯為中文的 那很可惜呢 就Manderson這本書呢 就一直都沒有被翻譯為中文的 那我知道呢 曾經呢 台灣呢 有一位自然療法的 是中醫的 因為中醫呢 有自然療法刊物裡面呢 他就企圖呢 將這本書呢 就是每一篇 每一次每一次 就是把它翻譯出來的 那但是到最後呢 他都停止了 停止了 就是全書就沒有翻譯了 那我在 我八七年 八八年回來香港呢 那我都是很 就是經常呢 是介紹一些病人呢 就看這本書的 因為始終呢 很多西醫的問題呢 如果是作為我們 不是西醫去批判他呢 那人家有時候都覺得 你的立場都不清晰啦 是不是 就是你可能 因為自己的利益關係啦 那但是這本書呢 是一位美國的西醫 是一位醫學教授 和美國獲獎的醫學教授 他的資歷 是夠了 就是你無可置疑的啦 那由他的口中呢 是說出來呢 我相信呢 就是我們應該真的 留心聽一聽 他所說的東西的 那他 他說呢 這個在我們中文收到的資料啦 那其他有成 如果你用A4子印出來啦 那都有成十頁子那麼多 那都幾詳盡的 那他就在他那個資料裡 他就講了六點 簡單一點的六個重點 第一 醫院研讀的身體檢查 是一個陷阱來的 就是每年身體檢查 是一個陷阱來的 第二呢 醫院是患病者的顯地和死所 那第三呢 大多數的外科手術 被患者的傷害呢 是遠大於益處 第四 所謂疾病化驗或者檢驗呢 檢驗的體系和過程不合理 簡直是腐敗一團 即使是最好的科學儀器呢 都是錯誤白出 完全不可以信任的 第五 絕大多數的化學藥物呢 不但沒有治療的真實的效果 反而是治病 添病的原由 第六 X光檢查呢 是診斷程序裡面的重點和特色 一張照片勝過千言萬語 不但輻射線對人十分危險 而且檢驗的結果 錯誤頻出 因為解讀X光的人的片是人 使人就會受偏見情緒的影響 而導致錯誤的判斷 即使是同一個專家 在十年之後呢 再解讀同一張照片呢 竟然現在有75%的偏差 其實呢 這篇資料呢 可能大家都有機會呢 都會收得到的 那 怎樣也好 那我覺得呢 那本書呢 真的很值得呢 跟大家呢 介紹一下 它裡面的主要內容 那樣 所以呢 今次呢 我們就這樣 將這本書呢 就跟大家呢 分享一下 好的 那我們先看看呢 那本書的一開始呢 是一個拉丁文來的 其實可以這樣說呢 是 他自己介紹一下 他自己為何寫這本書呢 他一開始就這樣說了 他說呢 我不相信現代的醫療 我是一位醫學的叛逆者 即是叛徒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呢 是要說服你呢 都成為一個醫學的叛徒 這本書的目的呢 好了 但是呢 其實我不是 一直都是一位醫學叛徒 來的 我曾經何時呢 是很相信院代醫療的 在醫學院裡面呢 我當時呢 我沒有 就是我沒有好好地呢 深日呢 去研究一個 一個當時的一個研究呢 就是當時呢 就是 是 講那個 一個荷爾蒙 DES的荷爾蒙 那個 那個作用呢 那因為呢 我為什麼沒有研究呢 因為我只是相信 OK 相信當時 醫學所做的事情都是對的 所以我只是相信 但是我沒有深日去研究的 那我從來都沒有想到呢 用了這個DES 這隻荷爾蒙呢 當時呢 是給什麼孕婦呢 是人神嘔吐的 那 沒有人 有猜得到呢 二十幾年之後呢 我們發現呢 這個DES 是會引起 那個子宮 子宮癌 也都會導致呢 是嬰兒 他初生嬰兒呢 那個缺陷力 那大家都可能都聽過了 那很多當時的十元仔 人生小的十元仔 是沒有手沒有腳的 那就是因為呢 是在懷孕期間呢 吃了這一隻西藥 叫DES 好了 那這個是當時 他自己的那個 那個懺悔 可以這麼說 那他說呢 那他說呢 我也都懺悔呢 我當時呢 也都沒有好好的 就是沒有好好的呢 去懷疑呢 當時 用氧氣來醫 這些所謂的 所謂的 早生嬰兒 那個問題 因為呢 雖然呢 當時的最好的 和最先進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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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生嬰兒 那些 那些幼兒園呢 都有一個問題呢 就說呢 他們導致呢 差不多 這些 低 低 出生 體重的那些嬰兒呢 是 百分之九十 是出現呢 那個 部分 肝臓 或者全部 癌麻 那 當時呢 他在他的醫院 幾幾里以外 不是太遠的地方 有一家呢 就沒有這麼先進的醫院了 那沒有這個先進的醫院裡面呢 這個這個毛病呢 這個毛病呢 英文叫做 Retrolentofibroplasia 其實呢 是講 精體後纖維真身症 那麼 在那個醫院 在我 即是沒有這麼先進的醫院裡面呢 這些 即是 早生的嬰兒呢 是出現這個 那個 那個精體後 那個 那個 纖維真身症呢 是那個 那個 發言率呢 是少過十個百分之 那 反而他自己做過醫院呢 是差不多成九十個百分之 這十元仔呢 是出現了 因為接受這些 一些養份療法 在那個 養氣箱那裏 那裏 導致呢 他半盲 或者完全盲 九十個百分之 那麼 那麼他就問他 當時他那個 那個 醫學院的教授 問他 為什麼這個分別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麼 那麼 當時呢 他的教授就這樣解釋 他說呢 在這些 就是比較 沒有經驗 就是那個 窮一些的醫院裡面 那些 那些醫生呢 是不懂得 做一個準確的診斷 而已 這個解釋就是這樣 那些醫生 只是 都不懂得診斷 這個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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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精體 直接纤維化 看不到 好像白內障 那樣 那竟然就用這個解釋 好了 那麼 一年兩年之後呢 那被證實到呢 什麼是導致這些 那些十分仔的 所謂的嬰兒的 所謂的老花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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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內障那個 出現了呢 那原來呢 就因為當時呢 是用這些的氧氣 高濃度的氧氣呢 來到 來到處理這些 早生的嬰兒 OK 那現在呢 就當時呢 是那些所謂 比較富裕一點的 醫療中 醫療中心裏面呢 他們呢 就導致那些 十分仔 BB那些 眼蠻的那個率呢 是很高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們有錢嘛 可以買一些 最好的 育嬰的儀器 最貴的 最先進的 所謂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衡溫商 因為他的設計都好 那所有那些養份呢 都全部被那些嬰兒吸收了 那而 反而呢 在那些 窮一些的 育嬰丸 他可能那些 痕溫商呢 是比較舊一些 可能呢 就可能 都很多漏氣的 那所以呢 因為他是漏氣呢 那所以呢 那些養份呢 風放出去的養份呢 其實呢 好少呢 就被那些嬰兒吸收到 而導致他們的眼蠻 那這個也是他當時自己 作為一個 在醫學院網的時候 自己的經驗 那我當時呢 我曾經呢 就很相信 那個抗生素 那我也都呢 曾經是參與一張 科學的文獻 的暫寫的 那當時呢 就他們用那些四環素 Tetramyacin 就是一種 一個抗生素 在醫治那些 所謂初生 早生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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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呼吸系統 的毛病 那他們呢 就說呢 根本是沒有什麼 就是沒有什麼副作用的 那當然呢 是沒有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根本呢 都不知道呢 即我們沒有 我們用的時間呢 是很短的 根本沒有長時間去觀察它 那原來發現呢 這些這樣的 Tetramyacin 這些這樣的 那個 那個 抗生素 那 即是 雖然呢 是對這些感染 是有幫助的 但是呢 有很多的其他的 Tetracycline 即是四環素 就導致呢 是數以千計的那些小朋友 結果呢 是出現呢 那些牙子 變了黃 變了綠 還有呢 有這些四環素 就在他們的骨 那 這個就是其中 他 即是他懺悔的地方 還有我們懺悔呢 我當時呢 我亦都很相信呢 我們呢 是用那些X光呢 來照射 那個扁圖線的 還有 琳巴 琳 還有我們那個 空線的 那 我當時 我很相信那個教授 他說呢 光射治療 當然是有危險啦 但是我們所用的劑量呢 是很低的 所以呢 是絕對呢 是不會有害的 他很相信 但是 很多年之後 他發現呢 所謂絕對 沒有害的 輻射呢 是導致呢 10年 20年之後呢 有很多很多 甲上腺的腫瘤的問題 那麼 有時候呢 我有時候呢 我覺得很難相信 就是我當時 很多的病人 當他出現那個 甲上腺腫瘤的時候呢 會來找回我的 為什麼要找我呢 因為這些病是 我做出來的 那些病人呢 就會找回他去醫 所以呢 我現在呢 我現在就不會再相信 現代的醫療了 那麼 他說呢 雖然呢 是有很多這些 所謂超高科技的 還有呢 我們那些所謂的那些 病前那些 那些 醫生的那些態度呢 不如做好的 那麼就希望呢 就令到你 就是安心啦 好似 就像太空人 上太空那個 去去去去去月球 那個時候呢 他做很多事情 令到你覺得 好舒服 好安心的 但是呢 最危險 對你的健康最危險 是什麼呢 是那些 用的 就是 所謂的 院代醫療那些醫生 這是最危險最危險的 那 我現在相信呢 院代醫療那些治療呢 對疾病的治療呢 是很少是有效的 他通常呢 他們那個害處呢 是遠遠多過那個疾病的 本身 那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個問題呢 我相信呢 這些病呢 是因為我們的 就是我們那個廣泛 應用一些很危險的 步驟呢 是對一些 根本是沒有什麼病的人 而導致的 那麼我相信呢 他有百分之九十 以上 現代醫療 如果能夠在地球 表面呢 是消失的話呢 就是醫生啊 醫院啊 藥啊 和那些儀器呢 在我們的地球表面消失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那些呢 對我們人類的健康呢 是即時呢 是會有好的 有改善的 那我相信呢 我認為呢 現在的現代醫療呢 可以這麼說呢 是 是 過了火 過了火 那 在用一些 一般的 普通的毛病呢 就用一些很極端的醫療方法呢 好像當危症 急症來治療呢 這個就是那個過火的地方 那他說呢 每一分鐘 每一日 現在現代醫療呢 做得太過份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現代醫療呢 就覺得呢 他做呢 是要去到盡的 即是他引以為榮的 即是我們醫療呢 是我們一個科技呢 我們要去到很盡的 他引以為榮的 好了 那他就 在這本書呢 他就講了 一個 一個 美國一個很出名的 Cliveland Clinic 就好像 Mayer Clinic 在Minnesota 一個很出名的 叫Cliveland Clinic 那他那裏呢 他有那個醫院 一個診所 一個刊物 其實是一個醫療中心 不是這麼簡單的醫院 他說呢 我們上一年 我們就做了2980宗 開心狀的手術 我們做了130萬的實現的測試 進行了73,320宗的心電圖 7,770宗的全身X光的掃描 還有呢 是21378宗的其他X光的檢查 還有呢 是有24368宗的開刀手術 那他那篇文章呢 就在這裏是跨搖 是自己那個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我們那個醫療的工廠裏面呢 做了很多神奇的事情 好了 問題就是這樣呢 沒有一個步驟呢 他所說的步驟呢 是證實呢 是有對那些人呢 是有任何的 些小的維護健康 還有呢 是恢復健康的好處的 雖然說他做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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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 但是這篇文章裏面呢 從來都沒有提過呢 做這些事情的人裏面呢 有誰呢 用這麼貴的 這麼奢侈的步驟呢 有誰是因此而得益呢 那為什麼他提都沒有提過呢 因為呢 醫療的工廠呢 是不是關於健康的 是只不過是關於他的那些產品 那所以他連提都沒有提過了 那所以他說呢 當你去看醫生的時候呢 醫生呢 不是當你一個人的 只是需要他幫助 來到回復健康的 他只不過看到一個病人呢 就是一個 他的醫療產品裏面的 有什麼消費可以用在他身上 行車這個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是懷孕啦 那你去醫生那裏呢 他就當你是病的 那他當你是一個懷孕的30元仔 是一個9個月的病 一定要去醫 那跟著呢 他就要用很多些所謂那些 那些吊水啊 那個嬰兒那些 那些規策器啊 那用很多很多很多的藥 那還有一連串的醫療 包括呢 是那個 就是毫無需要的 減陰陰道的那種手術的 那當然啦 還有呢 就是那個開刀分娩 那這個也是你的現代醫療呢 是對醫療方面的做法 那如果你不小心呢 就去因為雙風感冒 去看醫生 那他通常呢 就會給你一些抗生素 那 那 雖然我也知道呢 其實抗生素呢 是對那個雙風感冒 是完全沒有什麼益效的 那你走的時候呢 可能呢 你的問題呢 是遠比你的抗生素呢 是那個更加更加是差的 那如果你的十元仔呢 有一點點橫皮啦 可能呢 令他學校的老師呢 他覺得比較難於 就是 處理啦 勒手要處理他啦 那你呢 就可能去醫生那裡呢 就會很快呢 就成為呢 去服藥的人來的啦 那 好啦 如果你 初生嬰兒呢 他可能呢 就喝奶的時候呢 有時候呢 就喝得不太足啦 那很可能呢 他那個體重增加呢 就沒有醫生那本搜索寫 跟隨了醫生的搜索 他就一定說你呢 你那個 你那個 用人奶胃呢 是不太對的啦 那很快呢 就幫你呢 是換了一些嬰兒的奶粉呢 那些嬰兒的奶粉呢 是更加危險的 和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繼續治療法與你 是一家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店 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 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 28824848 網址 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今天第二節的自然療法與你 原醫生今天跟我們介紹一本好書 叫做 Confessions of a Medical Heritage 一個醫學叛逆者的自白 在第一節的時候 醫生跟我們說了 為何這位 Robert醫學博士 他會由一個很相信現代醫學的西醫 變成一個再不相信現代醫學的西醫 你也看到了 這個我曾經所說的分享的資料 都是這本書裡面的簡介開始 他繼續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蠢到每年都會做這些 所謂例行的身體檢查 你去到那些要面對那些 那些醜惑的態度 可能病房裡面很多人吸煙 當然這種情況可能現在已經沒什麼了 那通常你見到醫生 見到醫生已經令到你血壓會高 OK 通常你不會就這樣空手而回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就會用一些所謂的降血壓藥 那你的問題是你一吃了降血壓藥之後 你的性生活就完結了 他說很多是不舉性無能 是由藥物引起的 是很少是因為心理問題導致的 好了 那如果你臨終的時候 不小心就去到醫院的時候 那你可以知道 那醫院裡面的每天500元的病床 那香港可能都不止的 一個美金 那有那些最先進的電子那些 那些儀器 還有一大群不認識你的那些 那些所謂陌生人 就來聽你最後的遺言 那為什麼呢 那一群人 那群你不認識的人 他們的工作 是要令到你家人 是接近不到你的 所以當然你沒什麼說 因為你都不認識他們 那你最後你自己聽到那些電子那些聲音 心電途機那些聲音 那當然你說最後你那些親戚 會不會參與呢 當然會參與 因為為什麼呢 最後呢 他們就要付那個醫療費用 那樣 那他說 難怪得 那些嬸子這麼怕醫生 因為他們知道的 因為他們直覺上 知道呢 這個是非常之腐敗 和非常之危險的醫療 那當然 這些恐懼 很少會說自動消失的 你小時候的恐懼 其實大人都害怕的 不過呢 他們不承認而已 是吧 起碼不會跟自己說 那 那我們 通常呢 就是我們如果是 對某種事物呢 是恐懼呢 我們通常呢 就會去 將那個問題轉移了 其實我們就不會懂得去 怕那些醫生 我們只不過呢 會懂得是怕 為什麼帶我們去醫生 那個第一個原因的 就是說呢 我們開始怕那些身體了 怕那些身體的天然 那些發生的那些步驟 就是所謂病 那其實病是我們身體的 一種天然的反應 那我們就怕這些病 OK 好了 那當你怕某樣東西呢 通常你就想辦法去 去避免它 不接觸它 或者是不理它 但是呢 有時候呢 你就會假設它 好像不存在 那樣 好了 那你就說 這個問題呢 我就不懂得處理 我又不想面對它了 那我們不如讓其他人 幫你擔心吧 那這個其他人呢 就是醫生了 那就是說呢 我們讓它 我們呢 我對這件事完全一無所知的 那我的身體呀 我的問題呀 那醫生 你幫我處理它 那你做你要做的事情 那醫生就在做這件事了 好了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的醫生就會被人批評 就是他沒有跟病人說清楚 那些他們開的藥物那些副作用 那他通常都會這樣說 就是如果他這樣說呢 如果他這麼坦率 對於病人解釋藥物的副作用呢 那他的病人醫生的關係呢 會受損的 那就是說呢 在病人醫生的關係呢 通常呢 是不是根據我們的所謂知識的 只不過是根據我們的信仰 我們通常都會這樣說的 就是我們好像說我們醫生很厲害的 我通常說我們呢 我對他有信心 我們信任他 那所以呢 其實那個分別很大的 醫生也都知道一個分別很大的 因為他整個遊戲規則呢 都是靠那個信仰的 因為整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因為原代醫療所用的東西呢 其實呢 我們都是不需要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絕對的事實來的 這些醫療呢 是只不過是會殺死我們 殺害我們的 好了 那所以呢 原代醫療呢 因為那個事實是這樣 他是不能夠 除了用信仰的方法 來要我們去採用呢 其實他沒有信仰是沒有辦法生存的 因為為什麼呢 原代醫療呢 不是一種藝術 也不是一種科學 他只不過是一個宗教來的 嗯 好了 那我們怎麼稱為宗教呢 其實宗教就是 我們有一種有系統的努力 去處理一些我們覺得是很神秘很迷惘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其實宗教其實也是往往都是這樣的 是 那麼我們最 宗教要我們面對一些 所謂一種一個很迷惘的現象 譬如 生啦 死啦 還有我們的身體 在我們身體發生在我們身體 所有這些這樣的事情 那麼 有一本書叫做 高登包 這本書呢 他說呢 宗教的定義呢 就說呢 我們呢 我們呢 是企圖呢 是向一些超力量 對人的超力量呢 這種力量呢 是可以 相信可以主宰 和控制那個自然界 和我們人的生命呢 我們希望呢 是 就是 拿到他的favor 就是 希望他呢 就受統於他 其實宗教就是這樣 嗯 那麼 我們呢 就 我們就 我們就 花差不多 數以億元的金錢呢 是用在我們那個所謂 現代的 醫療的 教堂裡面 那 怎樣呢 啊 就是 主要呢 就是希望呢 是拿到一些好處 那因為呢 他們以為呢 現代醫療呢 是有能 有力量呢 是主宰和控制 就是我們人類的生命來的 好啦 那我們呢 要試下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宗教呢 有一個共通點呢 這個共通點呢 就說呢 我們那個 那個現實呢 其實呢 就不是 就是 受於我們可以見得到 聽得到 感覺得到 就是 聞得到 或者呢 是品嘗得到 那 你上下 你知道你很容易呢 是 試一試呢 我們所謂的現代醫療 這個宗教呢 都是基於這個 的 的 基礎的 那 為什麼呢 只要你不斷問你的醫生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你問到足夠的時間呢 你就會想到的答案 他問你 你可以問你醫生 為什麼你會開這個藥呢 為什麼這個手術呢 為什麼這個手術呢 對我有任何的幫助呢 為什麼我需要做這件事呢 為什麼你要做這件事呢 對我做這件事呢 那你只要是問為什麼 為什麼呢 很快呢 你就會去到那個 宗教的信仰的部分 那 那 最後呢 你醫生就會告訴你 其實呢 你都沒有辦法知道的了 這個 就是這麼複雜的那些 那些 那些問題 那所以呢 他最後都說呢 哎 總之相信我啦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你就會學到呢 就現代的醫療那個 那個 醫療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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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逸那方面的問題了 他説呢 第二呢 就是Lesson Number Two 那 那他説呢 如果你對醫生所做的事呢 你是 有一點點恐懼 那你 你就會問問問問問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呢 那你就最後的答案 就說呢 就相信我 那樣 那 但問題呢 是很少人會做這件事的 他通常呢 他就屈服的 他呢 會屈服醫生 戴那個 就是 毛絲所戴那個 那個面 那個面罩 還有 那個背後那些 不可理喻的那些 所謂的那些 那些力量 還有呢 很多時候呢 背後那些 發生的那些事情 那最終呢 他們都是 對整個呢 就屈服了醫療那個 那套氣那裡的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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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睡眠,然后将他的身体一块一块地切割 因为很明显,如果你对他没有信心 没有绝对的信仰,你不会这样做 为什么那些人会给医生每年吃了数以千万吨的药物 完全不知道药物和化学物是在做什么 因为他对医疗是有绝对的信心 他说如果现代医疗是要在很客观地 对他所做的事都有足够的原因的话 我这本书根本就不会出现了 我现在就告诉你,现代医疗是一个教堂 你千万不要相信 所以我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你了解到 现代医疗绝对是非常危险,不可以相信的宗教 Robert Madison 用宗教来形容现代医疗是非常贴切 是的,比如医生穿着她的白袍,好像神父那样有她特别的衣服 其实最后最后,那些人都是因为信心 只有信心 很多人对西医所做的事完全是 所以她的认识都没有 所以用学法学药物,完全是什么她都不知道 而且为什么她会这么离食呢 她主要是一个信仰 所以是一个信仰 好,在她这本书呢 在她这本书呢,她有很多的 chapter 第一个 chapter 都和大家分享一些 有时间 就是讲那个危险的诊断 这个是第一个 chapter 她说,我不建议任何人,如果没有任何症状 就去找医生去做检查 她说,就算你有症状的话 你去找医生都不是一个好的 idea 就是不应该去这样做的 她说,整个诊断的过程 当你由第一日踏步入那个诊所 到你离开那个诊所 通常你都会有什么呢 手上就会有很多些开放的药 或者可能是那些转介的信 她说,这个整个步骤 很少是会有用的 这样的仪式 这种医疗的步骤仪式 她说,很少很少是会有用的 她只不过呢 就是将你由一位施制的医生 让她要做她想要你做的事 那 那个感觉就是 你做的检查你越多 做的越徹底的检查 你就会越好的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很多人去过医生 尤其是在我们的诊所 很多时候她会质疑我 为什么你不像做医生 一般做的检查物 很明显她还没看过这本书 我跟大家再分享内容 其实这本书她说 她说,医生用很多诊断的仪器 这仪器非常之危险 她给了个例子 Staphoscope 她说她说 这个听筒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医生 施制医生的宗教的一个章 一个batch 她说 作为一个检查工具 其实她所做的害主是多个好处的 OK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这样的听筒 其实本身肯定是会带菌的 就是由一个病人的身上 带菌去第二个病人的身上 其实很少 就是严重的病 我们是要靠这个听筒 去做到诊断的 譬如这个小孩 是她有天生的心臟问题的 这个BB仔通常 她的面色都是青色 灰蓝色 你一看她的面色 你已经知道了 你不用用听筒去听 譬如有些其他的严重的心臟病 其实很多时候 你可以用身体不同的部位 量她的脈搏 就可以知道她有没有严重的问题 譬如其中她就给了一个例子 譬如一个主动物的肃窄了这个病 主动物的肃窄了这个病 这是一种先天性的毛病 她说 通常你做这个诊断 你只需要在股动物的肺窄 来量 你看到有这个问题的人 通常股动物的脈搏是比较微弱的 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用这个所谓听筒 她说 她说 为什么要用这个听筒 不用耳朵直接在空堂去听 只不过有时候不好意思 譬如可能那位是女士 你用耳朵塞在空堂去听 好像不太雅观 其实她说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什么需要这个听筒 我的耳朵直接可以听得懂 她说她也知道 她说我认识很多医生 她就用听筒去听那个病人 其实听筒的耳朵 她根本没有放在耳朵那里 她就这样挂在那里 那就是做了一个样子 因为病人很相信 你要做这些小动作 她会很相信 其实这样说 她说 第一个医疗耳朵 她说这个听筒 根本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意思的 是不需要的 好了 她说 她再给一些例子 这些这样的检查 她说 如果有个审婚仔 有个审婚仔 妈妈带了个女儿 就去做每年的所谓 例行的身体检查 其实那个小孩没有病 没有任何病征 这个医生 就用心的听筒 听一下 听一下 突然间发现 原来她有个功能性的 那个心 有杂音 那这些这样的声音 的杂音 可以这么说 是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 她的审婚仔都会有的 即是在她的成长过程 都会有 三分之一的审婚仔都会有的 那好了 如果医生 听到这个杂音 那她应不应该告诉你 那她应不应该告诉你 那她们就 就是有些医生 就直接都不想说了 因为为什么呢 告诉你 你的审婚仔的心里有杂音 通常你会很害怕 对不对 哇怎么办 要做很多事情的 所以有很多医生 就提都不提 只不过 在自己的那个 那个 那个记录案那里 就画个符号 的 就是她免得写 因为写了 你可能不小心被你看到 那样 好了 但最近呢 现在的医生就说 你不应该向病人隐瞒这个资料 因为病人都有知情权的 那样 所以最近的做法呢 他们就会开始 就将这个发现到的东西 是说给那些病人知道的 好了 好了 你一想思想了 那个医生就说给妈妈听 好了 那么 下一步怎么说呢 他应不应该说给家人听 其实这些雜音是无事的 无害的 那 那 他们呢 就算你说这些东西也好 妈妈和女儿都经常是黑心挂挂的 对不对 是不是真的 你听到那些雜音 好了 妈妈很可能下一步 就是一个疑科心脏病专家去听 去做了 那通常呢 他做些什么呢 是做个心电图 然后呢 做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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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了给家人知道 你的小朋友好像有些杂音 通常家长会第一件事是 叫那些审婚仔不要参加太多体育活动 或者叫他多吃点 这两件事都是大错突错 令审婚仔会成为心脏病残废的儿童 原来根本没有关系,是完全没有事 是自己会好的 而三分之间的审婚仔也有 好了,还有一件事 让听筒更加深刻的印象 就是心电筒 其实心电筒的医生说 这只是一个医生比较贵的电子玩具 他说在二十多年前有一个调查 发现专家的心电图 大家看的心电图 竟然相差有20% 大家与大家之间有20% 还有,如果当医生同一张心电筒 再给他不同时间再重新再看 他们的分析也有20%有差异 即是在什么时间做 当时你最近做过什么呢 其他因素会影响你当时心电筒的表现出来的 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测试 他说心电图 是 即是 病人本身刚刚是证实了有心脏病 而这个心电图 只是有25% 是测试出来的 这个人是有心脏病 刚刚出现了心脏病 那你看准确认识 准确认识是多差呢 是 即是有25% 是找得到的 他刚刚有心脏病 而有另外一半 是好像是 又好像不是的 而其他的 就全部说他是没事的 说实际上 证实已经刚刚发现了心脏病的病人 只是25% 是用心电图 是测试到他有 一半是无灵两可 还有其他人是完全说他没事的 嗯 OK 好了 另外他有一个研究 他发现 一般健康的人 去做这些心电图 竟然是有一半以上的心电图 是说他是有问题的 其实他完全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那 这些科学文献的资料 出了街了 那会不会令到那些医疗人员 是用少些心电图 是稍然相反的 他们是只要你是用 越来越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医疗那些 所谓的检查那些 那些诊断 其实本身 可以这么说 是非常之充满 是充满危险的 嗯 哇 原来心电图是这么不准确的 那Mandason有没有说 关于脑电波图的东西呢 那他也有提及 原来脑电波图 他主要的功用 是有局限的 他主要是有某些的 就是有抽筋的毛病 那还有呢 看看那个脑那里 那个脑的流肿 就是在哪个部位 那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他非常之有局限的 用这个工具 那原来呢 他说呢 有 有百分之二十的人 是已经是有 那个 就是有抽筋的 OK 他是发扬掉的 而心电图呢 是百分之二十呢 是 看不出他呢 是有任何的问题的 那就是说呢 心电图 那所谓的脑电波图 是正常的 那虽然呢 他本身是已经有 有这个的 有那个 发扬掉这个问题的 是 那还有啊 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 完全绝对正常的人呢 他那个脑电波图呢 都竟然呢 是可以出现不正常的 那他曾经呢 他做了一个很搞笑的实验呢 他将一个人的 模型的脑袋里面呢 就将他呢 就放了很多些 啫喱 那些啫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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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啫喱呢 那再用心电图去去 那个脑电波图去查它呢 发现呢 竟然是一个有生命的 那都可以 那你也看到呢 其实呢 这本书里面呢 讲了很多很多 非常之有 很有用的资料 那我都对一些病人呢 至于他的那个 英文程度足够呢 我通常都建议他看的 ok 那这本书呢 就叫做 Confessions of a Medical Heritage 作者是Robert S. Mendelsohn 一个美国的 很出名的儿科教授 那这本书呢 在我们的健康店呢 我们都一直都 可以购买得到的 那我相信呢 这类的书籍呢 在外面的书店呢 可能都不太容易买得到 那一本这本书 已经出了很久的了 那Mendelsohn 那三本书里面呢 我们呢 其中一本呢 就那个 Male Practice How Doctors Manipulate Women 就是医生如何操控女病人呢 这本书已经断了板的了 那但其他两本呢 都还有的 那大家我希望呢 大家呢 想真真正正 保护自己的健康呢 是真正 生日了解的 医疗的步骤方面呢 哪些应该做 哪些不应该做呢 这本书呢 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参考书来的 多谢了袁医生 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 互诊 带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谢谢袁医生 OK 好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中美女学生 超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更身表达 各自然健康中心 的健康中心 用家尽健康中心 真正的健康中心 那些个心理 许多健康中心 和感谢您的健康中心 和感谢您的健康中心 一切心表达